萌萌哒声音减零赛 比赛一共是三轮 每个人在出场之后 会设置一个自己的目标年龄 然后进行声音展示 预设年龄和鉴定年龄的相减之后 分差最小的获胜 并且可以在我们这个区域里面 挑选一个他觉得好看的发型 给他们戴上了 我们第一主要参加比拼的是 一号位 杨迪 我往小的时候 二号位 高汉宇 三号位 苏醒 你一个觉得自己的声音是 我的声音可塑性还是很强 但是我声音一直都非常清脆 我就来一个十五岁 大家好 这种 没有十五岁的男孩这么说 十五岁已经是少年了 十五岁已经都开始变生了 就是你可能有点夹 他能判断你的真实那种 他可能会夹漏是不是 他会判断出你夹过的 对 二十岁 我觉得可以 二十岁 可以 那我就来个大姐的吧 老一点的吧 六十吧 可以 可以 六十 我就选二十三岁 是我刚刚遇到何老师的时候 刚出道的时候 好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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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自己的声音没有一点变化 对不对 完全没有变 我的声音最有可塑性 因为我就叫塑星 手点冷是吧 救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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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烂了 勋哥 我太抱歉了 好 好那第一个要为我们打烊的 进行声音展示的就是 迪哥 请看一眼你的台词 怎么 这么长 好你先看好 来准备 你喜欢的人问你 工地上班累不累 你会说 我是一个二十岁的男孩 我扛水泥 一扛一麻袋 工友都夸我力气大 我瞬间就哭了 我扛得动 所有东西就是扛不住 想你哦 我的天呐 是有点恶心的 你刚才说的是多少岁来着 二十岁 这是个妖怪 给我来啊 妖怪 正在分析 大力夹紫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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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正确 好准确 因为迪哥夹得好大力 衣服洗好了 由你来固定 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在哪举报 真的很过分 但是迪哥 他对你的声音的艺术值 非常肯定 你的艺术值甚至达到八十二 创造力很强 还举报吗 很有意 也行勉强留他一手 你们要小心很准 六十岁我觉得汉语没问题 应该可以 我看好你 请看你的台词 女朋友问你打算在哪里结婚 你会说 结婚就在珠慕 浪亚风吧 因为 因为 那个时候 我高于一起 好 这婚别结了好吗 你这个身体状况结不了了 结完婚就签遗产的那种吗 不是 因为你是六十岁 你的意思是我十年之后 就变你这样了吗 八十 八十了 你这 你该再多说一点的 你咳得太多了 你少咳两声就对了 我觉得这个软卷可以拿奖 很准确 看好那七颗葫芦草 留着有大用 爷爷 放开我爷爷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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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感叹上许多花 没想到还是我二十岁的大男孩领先 完了 我觉得我今天要被踢出去的几率又增加了 开始之前 罗老师说了 今天要是不行的话 我就把你踢出去 你很有可能被我踢出去 一个是相差二十岁 一个相差十三岁 那么苏醒非常有可能能够拿到 这八岁的简龄机会 毫无压力 毫无压力是不是 好 艾伦请看你的台词 好的 有人问你最喜欢哪个汉字 你会说 家这个词很棒吧 我带你回家 我们回家 回我们家 你不就是自己的声音吗 我对我的声音的年轻度很自信 不要超过三十岁 请 我觉得你赢了 三八三九四十 怎么这么久 软件还不错 你说这个APP这个软件也犹豫了很久 最终给你定了这个 也就是说苏醒离他自己预设的时间相差的是五岁 在这一走后的第一名减八岁 皮哥减五岁 汉语你该多大多大 那醒哥可以来挑选我们这个道具 然后给他们戴上 这个环境我太期待了 小魔女懵呢 谁的 这我觉得 适合 适合我吗 二十岁的大男孩 适合八十岁 对 就是因为八十岁的话 头发也没几根了 所以呢 点也是嘛 那高汉语还差一颗点 三十岁的大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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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这个队友出个主意 小丁你觉得哪一个 再指这个吗 太过分了 真的吗 这个太过分了 这个 这个太过分了 一边说过分 一边毫不犹豫 转过来在这边弄 我怎么觉得 我好像见过你这个样子 迪哥 大家好 我是枪组小 大家好 我是枪组小帅杨迪 枪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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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 枪构小帅 我说了二十岁 我觉得压力不大 因为汉语本身小 他还小 元帅 高二投机是挺大的 这里面谁的基数本来是最大的 好 安静了 没事 不聊了 现在苏云减了八岁 总不是最大的了吧 厉害了 其实我们这个组合 平均年纪是最大的 有一句话 我跟远远想跟小丁说的 小丁 拖累你了 没事 现在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分组了 接下来第二轮要上场了 来 我们的一号位张延祺 二号位陈瑶 三号位宋毅 四号位张远 来 预测一下吧 汉语哥 你觉得我预测多少好 十岁 纯纯少年英 你不配 可以啊 十岁 我支持你十岁 十岁 队长支持 十岁 可恶 我预测 二十七 为什么是一个这么精准的数字 二十五 二十五 二十七 要不这样 要不这样二十六吧 好不好 好 二十六 二十六 十岁三个月 我是打算把自己的声音交给动漫 好的 我可能会模仿一下动漫人物里面的声音 行 然后呢 我把自己安排在我最喜欢动漫的那个时候 嗯 十四到十六岁之间 这十五岁 十五 好吧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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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了啊 首先是十岁三个月的张妍齐的挑战 十岁充满活力 有点提高了 等一下 感觉要垮 真的是 等一下 三二一 十岁 三二一 我们玩一二三木头人吧 对不起 我输了 因为我心动了 没有 那会儿嗓子这么沙哑吗 三十左右 三十五 我才四十 说不定有奇迹 作为队长我支持你 变身期对不对 充满活力 好老 十岁零三个月 好老啊 好老啊 这个软件我要举报他 你能差二十八也真的是 二十七岁零九个月 我看看其他人什么水平 你根本就不是十岁 你是三十八岁的夏日文字一 好 来 我们看一下陈瑶同学的题目 好 你是一个厨师 你被顾客投诉 盐放多了 菜很咸 你会对他说 我没有放多盐 只是炒菜的时候 很想他 眼泪掉进了锅里 好御女 好自信 这个游戏 我都怕这也三十多 没事 至少不会到二十多的差别 好 好 好 厉害 精灵一 厉害 他第一直觉是二十七 如果二十七的话 这只差一岁 对 这是第一了 看来 就这个软件是你做的 是不是 不是 二十八 三十八 只差十岁 为什么他是精灵 我是蚊子呢 因为人家要预设的是二十六 好 下面到小易了 小易要挑战的是十岁四个月 这也是很难的 因为到目前为止 是想要拌嫩的 全部都滑铁炉了 是不是 好 我们来听听看 宋益能不能改变这个状况 好了 好 请看你的题目 有人请你讲个故事 你会说 有两只兔子 一只叫我喜欢你 一只叫我不喜欢你 有一天我不喜欢你出门了 生在家里的那只兔子 叫什么呢 你已经赢了 真的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你赢了 跟软件没关系 耳朵听的就是赢了 算了 算了 回来吧 那包不靠谱吗 已经给张远干退赛了 好吧 就只差一岁 好精彩 天哪 颜琪 你会了吗 你听懂了吗 什么叫十岁 就刚才那个故事 你要不要再讲给我们听一遍 不要了吧 不要吧 好 下面我们看看小远的挑战了 加油远哥帮我兜底 宋姨 等一下我要那个 就是 直接开始挑发型了 我试一下吧 好的 我们看看她的题目是 女朋友哭着说弄丢了 你最心爱的东西 你会说 丢东西无所谓 但你把我心爱的女人弄哭了就不行 可以 得四十吧 这点 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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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跟她的真实年龄只差一岁 他刚刚说多少来的 十五 比的不是真实年龄 你要跟你 想给你记着 嗯 哎能说一下那部动漫是什么吗到底 是 海贼王吗 这熊大爱熊二啊 不管是哪个角色肯定是动漫 因为人不这么说话 是 我秘密模仿的是海绵宝宝 嗯 这哪里是海绵宝宝啊 你这个是海绵姥 海绵宝宝 好 那下面请宋依你来挑装饰给剩下的三个朋友 这个是要给谁 给我们的海绵宝宝 海绵姥姥 哦 不 不 哦 哎 你好像啊 你好像 我俩是双胞胎是吗 你是金炸还是木炸你觉得 木炸 人旁观理晋的儿子 相见到 哎 我俩 哥哥 弟弟 爷爷在这儿呢 爷爷 爷爷爷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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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和我一起玩呢 要我怪 怎么回事 好 最后一个 这个简直就像你本身装容里面带的 好 请回座 谢谢 第三组让我们邀请的是老秦 罗云熙和小丁 加油 小丁加油 好 我觉得老秦应该没问题 老秦 老秦 老秦得说大一点 我感觉 多少 五十吧 五十还行我觉得 五十我熟啊 好 五十啊 你故意的 你说的 我没说 没事 五十我熟 好 那 罗云熙是 云熙你要几岁 哎呀 其实我本来也想 那个装装嫩的 你不用抓 但是呢 我们队伍现在就送易俭了 对吧 那如果我为了赢的话 那我也就来个 二十七 你都好精确啊 弟弟你呢 我想成仙 一百 一百岁 好 救救我 救救救我 我问了他题 他不回答 因为我已成仙 一百岁 懒得理你 好 我们首先听听看 秦潇贤的题目 秦潇贤的题目 你和朋友在森林里迷了路 朋友很担心 你会说 送你一个指南针 免得你被我关得找不着呗 这不就你自己的声音吗 还五十岁 我看带这个好看吗 应该 先带这个 好听的 你看 三十三 还没有特别岁数 霸道总裁 老秦这个声音 就是他早期短视频的 拍摄的那些 朋友们有空可以考古一下 老秦 救救我 别连轰 好 老秦经过一番努力 相差十七岁 十七岁还可以 真的 还可以 我觉得罗云熙很难输 后边还有个选一百的 那得也是 好 太累了 一百 来 下面到罗云熙挑战 二十七岁 你的女朋友问 太阳 月亮和我谁重要 你会说 我爱三样东西 太阳 月亮和你 太阳留给白天 月亮留给夜晚 而你留给我自己 很有磁性的这种感觉 三十五 这已经三十五了吗 我感觉就是二十四 这句话 你让他比心里起开 对啊 一十七后下 我就是 好准确 三十五 差八岁 目前是遥遥领先 压力给到小丁 一百岁怎么演细 好 来 请听丁承显的题目是 朋友问 你怎么那么喜欢吃巧克力 你会说 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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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克力 有什么品种吗 有黑巧 飞巧 还有遇见你 遇见我真巧 你这个一百岁打不住 爷爷是你吗 爷爷 爷爷是你在说话吗 爷爷 爷爷 那是妖精 七十 如果不说那么老的话 其实成绩还可以 对 高龄娃娃音 哇 还是厉害的 没想到我们老秦军 还得到了第二名 真的 五十岁得到了第二名 那么第一名 可以减八岁的是罗云熙 来 挑选视频 想哪个 说 OK 这个谁来 那这个不行 那给我 要不然你们就还是 那个葫芦娃 那个兄弟吧 这两个 这是葫芦娃的哪个 你告诉我 我觉得都可以 我觉得老秦呢 换得住 可以 又有兄弟来了 我终于要找到我所有孩子了 我开花了 好了 我们葫芦娃都凑齐了 爷爷 邀请帮了我爷爷 你们得有职能 你 你妖怪 你怎么弄 你怎么弄 咱俩怎么弄 你进来看 真的刚好七个葫芦娃 六娃隐身了 刚好 原地组合出道 太合适了 我